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回到马来西亚 对 我今天带了一整袋 台湾的连续 要跟我店分享 对 这个是台湾的垃圾袋 你看 桃园是专用垃圾袋 台湾的垃圾袋是要花钱买的 我认真的 一个月 就是可能要花两三百块 因为它就是算一月 然后一个袋这样子 对 我们拿出来介绍一下 今天我带回来的 我觉得的台湾特有的美食 第一个是这个 蛋黄牌 我拿反应 蛋黄牌 对 你擦开来看看 这个是我生病的时候会吃的 就是我喉咙很痛的时候 我就会吃这个蛋糕 这里 请开 它一盒里面好像大概有八个 对 然后打开来会是这样子的包装 这样子 对 一个一个的小包装 对 我们马上从我弟开出来吃一个 然后请他分享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讲一下多少钱 这个是不是素的 多少钱喔 我不记得了 嗯 我回去把它挂上去 它上面没有说它是素的喔 对 但我生病 在咽喉咙痛的时候我都会吃这个 然后之前有一年在台湾生病在急诊 我的咽喉也吞不下任何硬的东西就是吃这个 然后它里面是软软的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酱 很像cream或是奶油 可是我觉得牛奶味没有到非常重 对 请我弟拿出来让大家看看 那么小个 对 那么小个 对 然后 欸长得蛮丑的 我从来没有注意过它长得不美 对 请我弟试试看 我弟马上咬了一半 应该有咬到cream 你给镜头看一下那个 没有 cream是橘橘色的 对 橘色的 我吃到一堆粉粉的 你吃到一堆粉吗 粉粉的 你觉得粉粉 那你觉得好吃吗 如果这个东西是你自己花钱买 你会回购吗 要看价钱 我觉得不错啊 我觉得不错吃 我觉得这个价钱可能七八十块台币吧 应该是七八十块台币 然后 诶刚刚我说错了 它里面只有六份 所以有六个这样小小个 一包一包的 对六个 如果是你 可能像我 现在 读书的话 早餐可能会有这种 那你会吃几个才会饱 你觉得如果你要把它当早餐 早上吃饭的话 我可能会餐其他东西一起 哦 好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它 会难以下咽吗 就是你会不推吗 不会啊 OK 那会要配水吗 要 很干是吧 会干 我弟刚刚说 那个蛋黄菜吃完的感想是 就是你在马来西亚吃到的 鸡蛋糕加上cream 对鸡蛋糕里面加上cream 但是它不是热的鸡蛋糕这样 OK 好就是一个方便 突方便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呃 你平常吃到会有点点小确幸 但是不会到 我今天很幸福很开心的感觉 对 好 那再来我们第二个就吃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台湾传统的 巧克力夹心饼干 它叫做新桂派 然后它有非常多口味 它有一个是草莓的 然后外面裹的是白色的 那今天拿的是它最经典的口味 叫做这个香农花生酱 这个好像比较贵 这个好像要90到120左右 我记得台并 对我们打开来看看好了 对 请我递开 我不知道里面有几个 但它一拖出来是一个盘 然后里面是分装包好的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对就是有分包好的食物 我通常比较愿意买 你就不用一开完就要吃完那么多 对 我递打开这样这样 哦 八个 八个 我们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它里面长长 新桂派 然后它 它应该是里面是夹心 外面是果花生酱 coating by chocolate 然后里面是夹花生酱 你试试看 我个人不爱 我个人不爱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东西 但我比较喜欢它的白色的草莓的口味 对 但因为 我买的时候 嗯 对 你会过敏吗 我都不知道我弟会不会对什么东西过敏 对 你试试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 嗯 里面长长 对里面长长 是不是跟这张图的一模一样 这个 一层一层 对 请打分数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花生糖 花生糖 你喜欢吗 会腻啊 ok那 这个跟 不是很喜欢 刚刚这个比你会选这个 肯定是这个 ok所以我弟比较喜欢吃蛋糕了 因为我个人也不爱那个 可能我们家的人都不喜欢这个 这个东西 就是花生糖 然后外面有一层巧克力 ok 我弟觉得是花生糖 有一层巧克力 你觉得它的花生味浓吗 浓 所以如果很讨厌吃花生的人 绝对不可以吃这个 嗯 他会不喜欢 他会不喜欢 了解 那 刚刚的甜度的话 是这个比较甜 还是这个比较甜 这个比较甜 这个比较甜 所以如果你是蚂蚁的话 这个会比较好 嗯 嗯 我自己 没有吃很甜 所以 所以你觉得这个 在你心目中是no no 很甜 ok 我弟蛮辛苦的 因为我们今天拍的开箱 有十种 我那时候 就是想着我要带十种回来 跟他分享 请他说说看 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 吃到台湾的零食 是什么样子的感想 但 其实里面有蛮多 我自己没有吃过的 嗯 对 好 那再来我们就看 第三个 你想要吃换咸的吗 还是你要吃甜的 先把甜的吃完 可以啊 可以 啊 是吃甜的意思 这个 一枚小泡芙 我自己说他吃过 我忘记会到 ok 那这个小泡芙 它跟一般的泡芙不一样 它 是硬的 脆的 就是它跟 因为一般外面卖的泡芙比较大 是软的 然后里面是放cream 但 这个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泡芙 它是零食的泡芙 然后它有很多口味 它有vanilla的 然后有草莓的 但也是巧克力最近一点 但这个它比较麻烦 它的包装就是拆开来 你就是要吃完 整个 对不然就是要放进冰箱 我们现在拆开来 你来看 ok 那 呃 台湾有的人是吃冰的 有的人会拿去微波 让它里面是爆浆 也有人吃藏文 嗯 嗯 对 所以我们可以来 试试看 暴力的打开 对 它打开过后呢 就是这样 它里面 看一下 长这样 非常多 一颗一颗的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 它这个就是其实 30到50块 这样一盒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 它做工其实没有很精细 它的泡芙是用冻集进去的 所以它万一其实都有被裹到 嗯 那个巧克力酱 你吃吃看 对 我个人蛮喜欢的 我觉得无论冰的 常温的 跟微波过后吃 我都喜欢 我家可能敢拿来 微波吧 哦 所以我弟觉得要加一点热 会比较好吃 微波吗 因为可能干干它就很像 太干了 对 我话讲讲 吃好没有满足感 那你多吃几个会有满足感吗 还是这跟几颗没有关系 温度我觉得 因为你先吃它就凉凉了 我觉得放冰可能 不懂啊 我要试试 OK 那我们就 今天把它冰起来 嗯 明天试试看 OK 我现在把它收起来 再来我们开一个非常传统的饼干 我其实 以前是不会买这个饼干的 它叫菜脖饼 然后因为在马来西亚菜脖都是很咸的东西 对不对 可是这个饼干不咸 然后它也没有什么菜脖的味道 我觉得很特别 但我觉得 可以试试看 对 我之前我妈来台湾的时候 然后我们有买过的 对 可是这好像没有办法开 你有吃过吗 不懂 它里面是分成一包一包小包装的 我们等下去把它打开 我们先吃别的 先来吃一个经典的 这个 孔雀香酥脆 对 然后它里面的饼干是这样子 长得像一个鱼这样子 就是你看这个包装 很阳春啦 我觉得 看起来很随便 对 那你去试看好了 它上面有写它是非油炸的 但我觉得它吃起来就是像油炸的 有油炸 没有 不会油 但是吃起来感觉是炸过的 对 然后它 咸咸香香香 你是不是有档奶的奶奶 有油 你闻闻看 有鱼的味道吗 有啊 有吼 你试试看 起果弟拿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它多小颗 它是一条鱼 对 它是一条鱼 然后上面看起来有芝麻 是不是 黑色的芝麻 然后它吃起来是 咸咸甜甜的 你可以试试看 有辣辣的吗 没有 你喜欢吗 马来西亚没有的咧 马来西亚没有 马来西亚没有 应该没有这样的 我弟说到马来西亚找不到 这个味道 可是 它跟这个东西很像 对不对 我觉得马来西亚有一个饼干也是这样 只是它不是长的是鱼的 它可能是那种传统的饼干 你知道吗 巴沙麻那麦那种一个管的 有冻的 还是像车轮的那种 我觉得它的味道有一点点像那种饼干 就是很传统很传统的饼干 好吃啊 你喜欢吗 可以啊 对这个 呃在台湾很多人说这个很爽脆 爽脆就是 很 你一下子可以吃很多 然后配水 你就会觉得很好吃 对 看来我弟是蛮喜欢吃咸的 嗯 对 对这个我弟拿了很多个 咸的 对我弟应该是蛮喜欢这个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 这个也是 一个台湾很传统的 呃饼干 他们叫这种东西叫饼干 但在马来西亚我们叫零食 嗯 对 那这个饼干呢 叫做浪味鲜 它最有趣的是 它的英文名叫做Lonely God 没关系 对就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但因为台湾的英文都是乱翻的 对 那我们就来吃吃看 这个我买的是这个田园蔬菜口味的 这个我就觉得很像我们这边那种车轮饼 有个圆圆白色的你知道吗 就是小小好像车轮的形状 那个零食 哦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对 不是我 你不喜欢 那东西没有什么印象啊 你对那东西没有印象 我觉得吃起来跟那个87%像 小时候便包车 对 你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螺旋的形状 这个我喜欢 这个你喜欢 吃味道一闻我就知道了 我跟你说 我弟都喜欢一些我不喜欢的零食 因为我在台湾我是不会买这些台湾零食 我都买什么乐视啊 品客 就是国外的牌子 你喜欢吗 吃下去了 你又觉得它太浓浓 蛤 甜甜的对不对 没有 我以为是咸的 就是以前我们吃的那种 嗯 结果它是甜的 怎样讲 甜甜咸咸的 可是一吃进去的时候 可能甜的味道比较明显 我觉得这味道应该很多人闻了都 会想到那个 就是我讲的那个车轮的饼干 对不对 我过后会找涂贴在这里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车轮的饼干 怎样 有那个味道 对 那个 现在好像在马来西亚也很少看到了吧 你在巴桑马南会看到吗 很少啊 对 我也没有在看过 然后再来我们要来开一个 这个 不也是ok啦 ok 这样我问你哦 这个跟这个你选哪一个 这个啊 我弟喜欢吃这个 对它喜欢吃咸一点点的对不对 所以 好 那再来我们再吃另外一个台湾非常经典的这个 波德多的蚵仔蒸的这个 羊蜜片 但我跟你们说这个口味我没有吃过 我到台湾10年 我从来没有试过 因为我不喜欢吃蚵仔蒸 我觉得台湾的蚵仔蒸不好吃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等一下打开来会是怎样 我等一下也会第一次一起开箱这个东西 我没有吃过那个什么别的蚵仔蒸 蚵仔蒸就是跟台湾的蚵煎有点像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蚵煎比较脆 台湾的蚵仔蒸的它的那个面衣 是很多QQ的东西 就太白粉加太白粉的 然后比较Q一点点 对我个人不喜欢 我跟你说我觉得它是Tomato的味道 你闻看 是不是番茄的味道 它闻起来没有蚵仔蒸的味道 嗯 对然后拿一片出来让大家看看 它长这样它是波浪切的 对波浪切的 对但我刚刚开的时候我有点傻眼 你看里面有多少 它根本88%是空气 对我第一次说88% 我觉得真的是80%是空气 对它超少 我第一次露出了一个 它是味精的味道我觉得 很复杂 又有Tomato 又有 好像有点点什么中式料理的味道 对不对 我第一次露出了一个 它难以置信 Unbelievable的脸 你还会再吃吗 不会的对不对 所以刚刚这三款里面 你最讨厌的应该是Borderto 就是这款 再加这款 你应该不喜欢Erazen这一款 嗯 怪怪的 我也觉得怪怪的 这样的东西开要不开心 对心情会很差 就是你打开 想说我今天对自己好一点 结果 就真的是这样 对我刚刚打开的时候 我也有点傻眼 它特别少 对但我记得它的价钱 可能跟这两个包差不多 蛤 对就是他们都是差不多价钱 可能就是20到50块中间 对 它每一天有不一样的味道 真的假的 我第一次说每一天味道吃起来都不一样 那我再吃一片看看 因为我也没吃过 我觉得它就是不好吃 对接下来我要开两个 我最爱的台湾的经典的零食 但我弟之前好像 我之前很早 之前回来我买过给他们吃 第一个是这个可乐果 它是有碗豆做的 所以你对碗豆过敏的人好像不能吃 诶它有用碗豆做吗 它虽然叫碗豆酥 这边有写碗豆酥 但我看它后面的成分 有 有碗豆 所以你对碗豆过敏的人 千万不要吃这个 对 然后之前它很红 是因为它有一个新闻说 多吃这个会什么造成老的痴呆之类的 然后从此过后我妈就叫我 再也不要买回来 对可是是要吃多少才会老人吃带 每天一包有AIR 我觉得这个是超级配酒 就是它很香 它有那个碗豆豆味 都打不开 我手就用 你手为什么给用 你试试 我记得这个东西很难开啊 真的吗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很难 好 我去拿个剪刀 我弟现在要剪开那个可乐锅 因为我们刚觉得它超级难开 那在我弟剪的过程中 先给大家介绍最后一个最经典的 我觉得是这个卡拉姆酒 我个人也是最爱这个 然后这个在Costco都会卖一大包 它就是咸咸香香的 然后辣辣的 对那先请我弟试试看可乐锅 你有回忆其它的味道吗 可乐锅也是长长 它是螺旋状DNA类型的 对DNA类型 嗯 我觉得它很好吃 你觉得呢 嗯 回忆起来了 回忆起来了 它有很多口味 它有 蒜辣的 然后有什么别的辣的口味 但我这次买也是原味 哦最上次你买的很像是 蒜的 所以你比较喜欢蒜的吗 我忘记是有点像wasabi这样的还是 嗯好像是有点像wasabi的味道 我会比较喜欢这个 我弟比较喜欢原味 那 刚刚我们吃了几款零食跟两鱼片 你最喜欢哪一款 我觉得还是鱼啊 还是鱼 还是鱼獲胜哦 因为这个 我觉得 没有什么味道 可能我真的是比较鲜啊 那我觉得你会非常喜欢这个 这个味道超浓 但是 它很多 我觉得很值得 它很多 我第一次说它很多 打开来就是 里面看起来心情会好一点点 它大概半包吧 它大概有50% 它还是半包 但是还是满的半包 对 满的半包 不是 不是空气的半包 对 对 再来我们吃这个 不行 我刚刚剪的 这个 卡拉姆酒 对 它是护齿乌的 然后护齿乌 还有出一些像什么 洋芋片 是 玉米浓糖口味的 但 就是台湾人非常爱玉米浓糖 但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麦当劳是没有玉米浓糖的 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 大家也不太喜欢吃玉米浓糖 这个口味的东西 闻一下 这味道是你喜欢的吗 快手面 快手面 我第一说是那个 泡面的味道 就是那个泡面的辣椒粉的味道 我个人最喜欢这个 然后这个有两种 它有一种是厚切的 就是 刚刚像博德多那样的 看这个超大 超完整的 对 然后 这是我最喜欢的 你可以试试看 我有一年有买回这个给你们吗 还是没有 这个我买了 回来过 有 忘记了 那你喜欢这个吗 好吃啊这个 这是最好吃的吗 这是最好吃的 对你看 它马上打败了大家 成为最好吃的 这个 它这个有点很像 Malisha Cristy公司做的那个 也是薯片 一包一包的那个 哦 Cristy很厚的 辣的是不是 对 我记得之前好像有吃过 它跟它很像 可是 它不一样 它有 怎么讲 台湾味哦 它有台湾味 那台湾味是多了什么 甜味吗 还是香味 没有这样辣 没有这样辣 它还有辣味啦 但是我觉得 香味要多一个香味啊 OK 我是很喜欢吃这个 然后我觉得 这个很适合配酒 如果我住台湾 我可能 每天都会吃 每天啦 就像我买那个 零食一样 我一定会买它 OK 所以这是我弟 必回购的零食 但 我跟你们说 这个零食啊 它很常断货 就是我去我家附近的Seven 我常常找不到这个零食 因为我相信台湾人 可能也很爱这个口味 所以 基本上都买不到 然后我去Costco 我买进去了两次 我都没有买到这个 就是它被大家一扫而空 它是整排整排 被大家扫完 然后我去我家附近的全年 问了几次说 诶 怎么没有这个 他就说下上没有就没有了 嗯 对 所以我吃完了 那你就吃完它吧 如果你喜欢的话 再来我们就开最后一个 刚刚有开过的 就是一大包的 这样一大包的 我终于去把它打开了 它变成小小包的这个菜煲叭 它是比较传统的零食 有的饭店里面会提供这个 当做小点心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冬笋饼 冬笋饼我也蛮喜欢的 哦 这个很容易开耶 它里面长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嗯 一片一片 一片一片 但它比较偏向饼干类 就是不是洋芋片跟零食类 诶 这个东西 有吃过吗 是不是不像菜波的味道 它跟菜波车不上关系 我记得你之前有买过 我之前有买过 不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它是这样子的形状 嗯 胡椒口味的 胡椒口味的 嗯 那你比较喜欢那个胡椒口味的 还是这个口味 胡椒 哦 这个东西 我不懂它是什么耶 你喜欢吗 直觉上 我不讨厌它 可是我 但我觉得老人家应该会最喜欢这个 你觉得会吗 因为它有一种 胡椒味啊 对 然后咸咸香香的感觉 我觉得老人家比较容易喜欢这个 然后年轻人就会比较喜欢这种 嗯 调味非常重的 这个嘞 我觉得两个年龄段都不会喜欢啊 我弟说 他觉得马来西亚人都不会喜欢这个 我帮大家翻译一下 对 我觉得这个蛮特别的 但是 嗯 但是我弟一直拿 他是 你是想要帮大家做 他很神奇啊 他很神奇 可是你是会想要一直吃的神奇 嗯 可是他不好吃喔 对 他不好吃 好 那 来 以弟弟来说 你觉得今天的第一名 第一二三名 你会给谁 我帮你拿出来 对全部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就是你选的第一二三名 会有谁 哇 像我要全部四多一轮 真的假的 好那你全部再四多一轮 喝口水先 你看我弟是一个非常公正的裁判 他要先喝口水 清清他的那个 口腔 他全部再吃一遍 他才会跟你大说 他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还是你觉得要把 咸的跟甜的分两派 你会 呃 你会比较好分 因为那三个是甜的嘛 就是蛋黄派 新贵派 跟小泡芙是甜的 嗯 剩下其他的都是咸的 那三个选一个就好了 OK 那三个你会 三个甜的你会选哪一个 这个 我弟选蛋黄派 对 我个人也是最喜欢蛋黄派 这里面 然后第二个是小泡芙 第三个才是新贵派 对 第二个是小泡芙 最后才是那个 因为那个 会腻花生 新贵派会腻 OK 所以我弟是走一个 清淡路线吗 不酸啊 甜的 他不太爱吃甜食啊 对 那再来我弟要来 吃吃看咸的 他要再吃一遍 这个咸呢 对 我弟先吃了浪味咸 他这样吃是对的 因为浪味咸的味道 是在里面 比较清淡的 很难选耶 很难选 因为肯定最后 OK 蚵仔煎最后 所以蚵仔煎不用吃了 把他收在旁边 对 而他这个口味是最后的 这个也很大 菜波比亚 我弟说菜波比亚 这个最后第二 因为他 没有特别好吃 OK 他也不会难吃 我弟对这个五感 这个菜波比亚 把他收在旁边 然后是 可乐果 可乐果也被排除在外了 所以前三名不会有可乐果 我先吃看 不过要是四十包 我要选一包出去 OK 可能又变了 又变了 他吃第二轮过后就变了 他把可乐果放出局 所以现在放出局的有三包 就是 这个 可乐果 跟菜波比亚 对 所以前三名我弟正在抉择 对 我还蛮压抑我弟 喜欢吃那个孔雀鱼的那一包 就是 这包 我从第三名开始拍啊 好 我弟要公布他的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三名 是这个 他的第三名是这个 我以为这会是你的第一名 为什么 为什么变了 因为 因为 这个太好吃了 哦 这个太好吃了 OK 所以这个会是第一名 这个第一名 OK 这个第三名 所以第二名 所以明细是这样 因为这个 小时候味道 所以要拍第二 我弟说这个是一个怀念 跟怀旧的 可是你不觉得他味道很清淡吗 因为你吃了这个你在吃 就你吃了卡拉姆酒 在吃烂味鲜 你就会觉得烂味鲜没有味道 我也是喜欢那个味道 你喜欢这个古早的味道 就像那个车轮车轮的那个饼干的味道 原来我弟是喜欢那里味 嗯 OK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边 结束 然后过后我会买一些 马来西亚的零食 然后回去给台湾的朋友来开箱 让他们吃吃看 有什么他们特别喜欢的 哇 马来西亚的啊 对 马来西亚的 你会推荐我买什么零食 那个木薯片啊 辣辣的 哦 哥拉波哦 你说 那个年年辣辣 我知道你在讲哪一种 那个要带回去给他们 可是我怕他们不敢吃太辣 那个不会很辣吧 我觉得那个对他们来讲会太辣 嗯 除非买给会吃辣的朋友 应该就OK 推荐的 妈咪台湾有吗 台湾有科学面 跟妈咪有类似这样子 你可以买看 对 可是它口味很多 我觉得台湾的妈咪 呃不是 马来西亚的妈咪 厉害的是它口味很多 妈咪 我会买twisty 啊twisty 一定有 对 因为twisty 台湾也没有 还有什么 薯片 薯片要拿代表性的哦 对 那你觉得有什么代表性的薯片 最多人吃的应该是那个 没有 你就拿那个辣的哦 辣的 那个就是跟这个很像 哦 我知道 我拿那个回去给他们 可能 对他们来讲 还是台湾人 会很吃辣吗 其实我不太清楚 要请会吃辣的人吃 那甜的 零食类 所以你有推荐的吗 甜的 因为我今天去逛 我看到Catbury 我觉得Catbury很特别 因为Catbury 台湾没有 就是那个紫色的巧克力 Catbury 甜的啊 因为我没有什么吃甜的 所以 对 我也没有什么吃甜的 所以我想不起来 因为我这次回来 我还有带了 台湾的那个俊梅 凤梨酥 跟太阳糖的太阳饼回来 像我弟他就非常爱那个太阳饼 我非常意外 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家人 是不吃这些东西的 因为我自己也不吃 但我弟说很 他觉得很好吃 嗯 这真的好吃 对 我弟现在一直在吃卡拉姆酒 他听不下来 对 我猜第一包会被他吃完的 就是卡拉姆酒 还你回来你带这个就好了 好 我弟叫我下次回来带这包就好了 OK 那我去买特大包的给你 那种有夹链带的 你吃不完你就把它封起来 再吃一样 真的啊 他第一条片子 OK 他很好吃 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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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天录的时候发现少了一个就是老羊的咸蛋黄饼 对 sauted egg your cookies 就是我爸比较喜欢吃的 那我今天就要让我弟试吃这个最后一样 来给你 嗯 嗯 嗯 来我们看一下他打开来锅子长这样 他本来是一大包 然后里面会有十几小包 对 他打开会长这样 嗯 就是感觉是吃的时候会碎碎会露东西 这一口啊 怎么样有咸蛋黄味吗 嗯 是咸的还是甜的 还是咸甜咸甜 咸的 咸的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会觉得很很奇怪吗 所以他是配的好 我很喜欢咸蛋黄 哦 那 这个东西 你下次还会再想吃到吗 这个 OK 那这个有比卡拉姆酒厉害吗 所以还是卡拉姆酒比较厉害 OK 好 那我们今天试试就到这里 天哪 这特效好像鬼 但因为今天是兔年 所以我就应景 2023年 就是做一个兔子的filter 那 今天 就是总算 顺利让我弟吃完各种不同的台湾的零食 那 过后呢 我就会把马来西亚的一些传统零食 带回去给台湾的朋友吃吃看马来西亚的传统零食 让大家说一说吃起来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咯 拜拜